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杆机长 我们在日常开车时,难免有时会走夜路 白天开车还好,光线充足,视野开阔 但是夜晚开车就不一样了 因为光线比较暗,视线受限 而且夜晚开车盲区特别的多 白天和夜晚开车最大的区别就是视线 所以呢,车灯就是夜间行车的眼睛 现在天比较亮,等到稍微晚一些的时候 我和大家来分享夜晚开车灯光的使用 我们晚一些再见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已经是夜晚了 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车辆的灯光 主要说大灯 前照灯有近光灯和远光灯 近光灯的光线比较柔和 所以被称为防旋木灯光 它的光线角度下轻 能够照射到车前大概40米以内的障碍物 我在前方的路面上放了一个障碍物 现在我们能看到 近光灯的主要是用于夜间会车 和有路灯的市区道路使用 下面我再说一下远光灯 我现在把灯光调到远光灯 远光灯能照射到车前大概100米 或更远的距离 主要用于夜间高速行驶的时候使用 近光灯的照射范围较宽 远光灯的照射距离比较远 下面我再来说一下 不同车速灯光的使用 在起步的时候 应该开启左转向灯和近光灯 当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的时候 就应该使用近光灯 时速高于每小时30公里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使用远光灯 如果车速比较快 我们还使用近光灯 没等到我们看到障碍物 障碍物就已经到我们更巧了 就很容易创造 下面我再来说一下 利用灯光来判断路面的变化 大家注意看灯光的形态变化 我现在向前开车 当车灯的照射距离 由近变远时 这说明车辆已经到达坡道的顶端 或者是开始下坡 我们再来看一下 当车灯的照射距离 由远便近时 这说明车辆前方是上坡路段 或是车辆正处于起伏比较低的路段 大家注意看前方的灯光 如果车灯照射到道路一侧 说明车辆行驶进入了弯道 在弯道行驶的时候 可以远近光交替使用 这样可以扩宽视野 能看清弯道附近的路况 夜间通过无路灯照明的交叉路口时 要特别注意非机动车和行人 要交替使用远光灯和近光灯 来全面观察远处和近处的交通情况 在载路载桥与非机动车汇车时 不要使用远光灯 强光会造成骑车人视觉障碍 避免引发交通事故 应该使用近光灯 夜间会车时 强光会造成对方驾驶员视觉模糊 应该在距对象车辆150米以外 改用近光灯 在近距离跟车时 应该使用近光灯 远光灯会影响前车驾驶员的视线 夜晚开车时 有个说法 走灰不走黑 走灰不走白 见黑停下来 这个顺口溜的意思就是 夜晚道路呈灰色 如果路面有积水 在灯光的照射下就呈白色 如果路面上有深坑 就会变得非常黑 夜晚开车时 要特别注意灯光的形态 开车是个细致的活 夜晚更要打起十分的精神来开车 不要觉得晚上车少 突方便就不按规则 在车少的情况 也要规范的使用灯光 避免发生意外事故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对你有帮助 请点赞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